宝岛报道,我来报告,我是报告人游子祥 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台湾要变成军火库 已经发展了一阵子了 那基本的想法就是台湾要尽量买武器 尽量买武器,整个岛上面最好装满了武器 那最近我们看到传出来的消息 台湾又买了400枚的鱼叉导弹 其实说又买也不太正确 为什么呢?这其实2020年的时候 这件事就已经宣布过了 可是一直到今天这个事情还拿出来再宣传一下 而且到目前为止东西还是没看到的 2020年当时说买的时候很多人就质疑过了 为什么?因为鱼叉导弹虽然鼎鼎大名 不过它其实是一个旧的导弹 台湾自己有一个叫雄风二型导弹 也是反舰导弹 然后还有一个叫雄风三型导弹 雄风二型呢 基本上性能跟鱼叉导弹差不多 都是亚音速的导弹 但是雄风三型是超音速的导弹 所以事实上啊 鱼叉导弹跟雄二差不多 还不如雄三买这么多干嘛 买了的钱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做 自己去提升技术都还比你去买美国的好 但对不起美国说台湾要买 那蔡英文任内这种买呀又买 李登辉十二年买了美国两百多亿美元 那陈水扁八年买了美国两百五十多亿美元 那蔡英文买了多少呢 蔡英文任内啊 已经买了四百亿了 所以基本上呢 跟这个李登辉加陈水扁的二十年 那蔡英文在八年里面就几乎达成了 而且我们通常看的是账面上的数字啊 其实还有很多的啊 这个藏在各种预算里面 但他光买军备就已经买了啊 非常庞大的四百亿美元的数字啊 那接下来呢 五月还要来二十多家美国的军火商 你台湾这么大户这么冤大头 我们当然把台湾当提款机 所以讲的好像台湾吃紧 但是为的是美国紧吃啊 然后第二件事情 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说美国的众议院 有个中国特别委员会 搞了一个关起门来的兵棋推演 兵推啊 基本上就是一种自导自演 因为他要设定很多的参数 设定完之后 出来讲了什么 通常是这场兵推 他要办的目的 美国出来讲什么呢 说不得了啊 这个兵推之后我们发现 只要两岸发生战事 我们美国就补给不了台湾了 讲这句干嘛 结论就是台湾必须在两岸战争发生之前 就赶快把弹药装满 因为你不装满 我补给不了你了 第二美国说 哎呀 我这个兵推发现啊 我的盟友都不敢参加 他为什么要设定这种参数呢 他就等于在提醒 你韩国啊 你日本啊 你不要给我退缩 你菲律宾啊 你不要给我退缩 我现在先做这样一个兵推 等于也在提醒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 美国啊 会参加 会射导弹 阻止大陆登陆 但是射完之后 因为我的盟友没有参加 所以还是有八万名的解放军登陆台湾了 讲这个要干嘛 会上岛的 如果会上岛 你台湾要做什么 准备要打城镇战了 所以他们就做了个结论 讲的还用了一个美国的谚语 说要arm to the teeth 什么意思 连牙齿都要武装 那你全身武装起来 但是听完是很奇怪的 如果你连补给都不行 请问 你会派兵来参战吗 台湾当局怎么告诉台湾民众呢 说美国嘴上没说 但是来的机会是很大的 所以意思就是 美国会保护我们的 所以我们买这些军备 大家别计较了 就是在付保护费的 但是美国的兵推说 我连补给都不能来 你自个儿买吧 我在远远地射飞弹 其实他远远地射导弹 机会都不大 因为他远远地射了导弹 那表示 他就可以成为中国大陆的攻击目标 那这个还得了 表示美国就等于实质的参战了 那你在乌克兰 你就远远地射俄罗斯导弹就好了 你为什么在乌克兰躲在后面呢 所以这个大家也不太相信的 然后台湾 这个最近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消息传出来 说台湾的警察要做军事训练 我们早就从蔡英文上一次的双十演说里听到了 她说保护台湾从来都不是军人的事 民进党当局因为被美国逼着 说大陆会登陆 你要打城镇战 城镇战需要兵 兵哪里来呢 全民皆兵 可是他又怕真的搞全民皆兵 大家受不了 他们现在想出来的方法就是 警察作兵 我们就叫警察来接受军事训练 所以打起仗来 警察立刻就变身成为这个台军 那怎么传出来的呢 说是台湾的警政单位要培训一百二十个战术的种子教官 培训的内容包括空间战斗 手榴弹 机关枪 台湾的警察面对的歹徒是有很多黑枪的 可是那个枪有火力大到要机关枪吗 有所有的警察要跑去跟人打城镇战吗 没有的 那为什么要训练这种教官呢 就被认为是要用来作战的 结果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台湾的这个内政部门的主管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警察是不会从事军事任务的 那你手榴弹要认谁啊 你打城镇战要干嘛 大家又认为 他明明想干 又不敢直接说 搞得遮遮掩掩的 早就有人啊 在动台湾警察的脑筋了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前国家安全顾问 叫欧布莱恩 他就是提议说 全台湾人要学AK-47的那一位 那这一位还有一个提议 解放军的飞机来了 警察立刻摇身一遍 拿毒刺刺针导弹 把飞机给打下来 警察想说 哇我可真忙 我现在还要雇你的导弹 这个还得了 不知道是不是又是美国军方给了压力了 希望台湾要来警察辩军人 不过警察就说 那你给我军人的待遇吗 上次台湾搞年金改革 你们就说我警察跟一般的公务员一样 都是公务员把我给砍了 结果现在又叫我做军人 这个所以啊 这几件事让我们很担心 而且大家又看见大陆的山东建 在东南边的海域等于是封锁住台湾的东边 这让外部势力很难介入 而且让台湾本来要移防到东边 保护战力移到东边 变得很困难了 所以这所有的事情就告诉我们 如果台湾还继续走这种以美谋独 想以武俱统的路是没有出路的 美国每次都说他要搞威慑 但是你可以看到 美国基本连补给都不敢 台湾人又不想当兵 这怎么威慑呢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只是配合美国付出大笔台湾人纳税钱 把两岸搞得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危险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